据香港媒体报道 曾四度摘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音效的资深音效大师曾景祥 于周四9月7日下午因癌症在港离世 周年68岁 导演张童祖正式死讯 根据数据显示 曾景祥1989年创办MBS 为电影制作提供音效及后期制作等服务 亦是音效技术先行者 率先引进全亚洲最新的数码音效技术 不少影圈中人都有试用他的制作公司做后期 跟他合作过的导演无数 有刘伟强 尔东升 周星驰以及叶维信等 制作过电影包括特务迷城 叶问 少林足球 中华英雄等得奖作品 据悉早年他患上癌症 曾做过手术 中阴癌细胞扩散而病逝 张艺兴蜡日前正式入驻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小绵羊也亲自现身和蜡像一起拍照 活动当天张艺兴一身黑色正装 搭配红色中分发型显得相当帅气耀眼 由于效果太过逼真 粉丝一时间也是傻傻分不清楚 如果不说哪个是蜡像大概真的很多人分不清哪个是真人张艺兴吧 小绵羊的这个蜡像真的是一众一众中最逼真的 可能是被自己帅到了 小绵羊一个没忍住还亲了自己 张艺兴蜡像身着剪裁精致的藏蓝色丝绒西服 搭配黑色断面衬衫 以标志性的L手势亮相秒杀现场无处飞零 整个蜡像1比1高度还原了本人优雅帅气的面容和挺达的身姿 连眼神中透露出的坚毅都如出一辙 张艺兴和蜡像站在一起同况比L手势 化如一对双猫胎 首次看到自己的蜡像 张艺兴表示既惊讶又惊喜 高呼简直一模一样 连手掌纹路的细节部分都制作得非常细致 在围着蜡像细细观察后 笑称这个自己还蛮好看的 张艺兴蜡像的时候摆出一个L的姿势 是在告白自己的粉丝XOL们 果然是实力充分 这个手势是粉丝在我刚出来的时候为我做的应援手势 到现在一直沿用下来了 也是要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忍不住再感叹一下 这个蜡像真的做得太好了 真正的复制粘贴 感叹一下 i or what